意外消息帶來關心的是台鐵基隆火車站的月台天橋 今天在上午十一點多竟然發生坍塌意外 造成北上的火車中斷 遊民女子呢剛好走在這個橋上 她是連人帶橋直接墜落到月台 還好只受到輕傷 緊急送醫後沒有大礙 球團落下來 電線先下來 落下來 好像我們一般 好像戰爭一樣 整個房子落到三圓 從監視器的畫面可以清楚看到 彎曲橫跨台鐵的基隆火車站的天橋 突然就陷落坍塌 正在橋上的女子也跟著墜落 受到極大的驚嚇之後 還趕緊從月台邊爬出來 消防局緊急接獲 這個消息之後就把她送醫了 而坍塌的天橋也壓斷了兩股電車線 造成北上中斷 二十個班次以上的列車受到影響 公務處正在搶修當中 目前暫時是單線雙向通車 最快明天早上才能恢復雙線雙向通車